镜头转回到国内来看到是花莲县瑞瑞乡12号深夜十一点多则惊传了死亡车祸意外 23岁的单亲少女余孟婷在返家途中是在台九县瑞瑞乡温泉路十字路口 遭到了连结车右前轮正面碾过当场死亡 而警方驯后是将连结车的照姓驾驶 依照了业务过失致死罪移送到花莲地检署侦办 过死者的姑姑到场的时候非常伤心几乎是昏厥过去了 而根据了解死者跟七十多岁的祖母相依为命 高中毕业就开始赚钱贴补家用 而且都会照顾年迈的祖母 没想到发生这样的汗事 只叹老天爷真的是太残忍了